美國前總統川普 PO出影片宣告強勢回歸X平臺 他受馬斯克邀請 在X上的直播專訪 才剛上線就湧入八百多萬人 網頁大當機 馬斯克聲稱X遭到大規模網路攻擊 癱瘓 拖了快五十分鐘才開播 有超過一百萬人線上搶聽 兩人聊到槍擊未遂案 川普也預告要重回故地大造勢 馬斯克和川普從經濟移民 再聊到政策 對於馬斯克的建言 川普很欣賞 外媒分析 在對談中 馬斯克非常挺川普 等於明確表態支持 而川普則掛上主持人的頭銜 全力在誰手中一目了然 另一邊對手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登上時代雜誌新一期封面 標題寫下他的時刻 內容介紹他如何脫穎而出 成為候選人 川普抓緊狠批賀錦麗 指控他日前抵特律的造勢人潮是 AI化出來的 賀錦麗團隊表示 最近隨便幾場造勢 都有一萬多人 向川普對自家人潮感到挫敗 拿官方和民眾拍的抵特律現場照片對比 一樣滿場人頭 紐實也表示川普是不實指控 反而讓賀錦麗關注變高 打臉川普 而賀錦麗自從參選以來都沒有辦過記者會或是正式採訪 華盛頓郵報認為 賀錦麗在許多議題刻意模糊 如果要贏自身想法要明確 至於川普副手范斯 談其對中立場時表示 美國要建立強而有力的國際秩序制裁大陸 把大陸視為對手 但不想開戰 記者王先生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